5月27日消息 博主Arch数码闲聊站今天曝光一款神秘工程机的规格信息 该机搭载高通骁龙8Gen4处理器 配备2K屏幕 内置5500mAh电池 支持120万充电 此后博主在评论区声称该机为仔细手机 参考评论区其他用户推测 这款手机有望为小米Renmi K80 Pro 参考此前报道 小米目前已经加速Renmi K80系列手机研发进度 将推出骁龙8Gen3和骁龙8Gen4两款机型 全系采用2K护眼置屏 配备金属中框以及玻璃机身 目前关于小米K80系列手机的有效信息并不多 目前来看新机的主要升级在处理器 电池等方面 作为参考 此前发布的Renmi K70搭载骁龙8Gen两处理器 采用6.67英寸3200×1440华星光电 C8 OLED柔性直屏 手动最高亮度700面 全屏激发1200面 局部峰值亮度4000面 支持120Hz刷新率 该机后置50MP主摄光影猎人800 1除以1.55 OIS加8MP超广角 豪威OV08D10加2MP微距 四特威SC202 PCS三摄 Renmi K70 Pro则搭载高通骁龙8Gen3处理器 除了首发光影猎人800主摄 还配有12MP超广角 豪威OV13B10加50MP光影猎人400人像长焦 豪威OV50D4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